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今星期的一周標示 我們講功能篇主題是飛行圓滿錶 飛機師是一個很特別的職業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坐飛機 所以大家可能對飛行圓滿錶都有一定的興趣 究竟飛行圓滿錶是怎樣來的呢 在20世紀初期有一位巴西人 他叫Alberto Santos Dumont 這位Santos Dumont先生是一個冒險家 在1906年他正計劃有一次在歐洲大陸的個人飛行 當時人類剛開始懂得開飛機 Mr. Santos Dumont 他是認識卡地亞的老闆 Mr.Louis Cardier Santos Dumont先生跟Louis Cardier先生說 現在大部份的時計都是Pocket Watch 很不方便要拿出來看 我其實是需要一隻碗錶 可以給我戴在手碗上 所以我兩隻手都可以用來控制機艙的儀器 Mr.Louis Cardier聽了他這番說話 就回去用了兩年的時間 開發了一隻他名名為Santos的碗錶 這隻就是我們人類知道最早期專門為飛行員而設計的飛行員碗錶 兩次世界大戰其實有很多戰事都是在空中發生的 所以當時對於飛行員碗錶的需求也很大 在1927年的時候 浪琴錶當時是火拍了一位美國的飛行員 他叫做Mr.Charles A. Lindbergh Mr. Lindbergh當時是計劃一次過人飛越大西洋的壯舉 他設計了一款碗錶交給浪琴去製作 這款碗錶的名叫做Our Angle Watch 他有一些很特別的功能 因為他那個可轉動的錶圈加上那些黑度 是可以讓飛機師計算到那個驚度 即是可以知道自己的飛機在地球上哪一個位置 方便遠距離飛行時計算自己的位置 另外在1930年的時候 另一個牌子IWC曼國標也開始開發飛行員碗錶 在1940年的時候IWC做了一千隻 當時最經典的飛行員碗錶是供應給德國的空軍 這隻飛行員碗錶一直都為德國的空軍服務 後來因為德國戰敗 所以這一千隻碗錶剩下來的為數不多 所以一直都成為收藏家追捧的對象 打完仗之後人類就開始開發航空事業 有很多民航的飛機 也有很多私人的飛機 飛機師越來越多 對於飛行員碗錶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當時對於飛行員碗錶的功能的需求也不同了 究竟怎樣才可以作為一隻飛行員碗錶呢 早期的時候其實獨時清晰仍然是最主要的要求 因為機艙環境很陰暗 還有很大磁力的影響 所以作為一隻飛行員碗錶呢 第一件事就要夠大隻 讓飛機師很容易可以看到時間 還有那個錶盤的設計時針 還有時錶的刻度都要有很大的反差 還要加上夜光的陶層 讓飛機師很容易可以讀到時間 第二樣東西就是要有防持的功能 以前都是用軟鐵殼來做防止的功能 防止其他儀器所產生的磁力對於碗錶的影響 第三個特點就是作為一隻飛行員碗錶 必須要有一條很長的錶帶 因為當時的飛機師大部分都會把碗錶 戴在飛機師封衣外面 因為這件衣服比較厚 所以就需要一條長一點的皮帶 有些飛機師甚至會把碗錶彈在大腿上 所以皮帶更加要更長 最後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要有一個很大的錶關 當時的機艙是很冷的 所以飛機師需要戴手套 戴手套之後需要一個大一點的錶關 才可以方便上鏈和調校時間 到了後期的時候 所要求的功能又不同了 因為在二戰之後 我們開始有Transcontinent的飛行 就是由一個大洲去到另外一個大洲 所以飛機師就需要知道 兩個不同的Time Zone的時間 所以Multi Time Zone碗錶的功能就開始出現 另外一個就是需要計算不同的數據 因為飛機師需要知道 它的速度、距離、爬升角度 以及燃油的選號量 這些數據都是他們很需要的 所以飛機師碗錶是需要提供 可以計算這些數據的一些功能 說了那麼多關於飛行元碗錶的基礎 我們看看今天的飛行元碗錶究竟是怎樣 第一個品牌我們想說的是Rollex 他們的GMT Master II系列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因為這是今天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運動錶系列 GMT Master II有一個可以轉動的錶圈 配合了24小時的時針 以及原本的時針 是可以為我們提供三地時間 第二個想說的品牌就是Brightling Brightling也是其中一個最早發展飛行元碗錶的品牌 他們有隻標叫Navy Timer 是一個很iconic的飛行元碗錶 跟以前早期的飛行元碗錶很不同 我們看看一個標圈很複雜的 這隻叫Reference 8061959 Re-addition的碗錶 是一隻復刻版 復刻1959年早期的Navy Timer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複雜的刻度 因為這隻碗錶配合了計時碼錶 以及轉動的錶圈 加上那些刻度 是可以幫助飛機師計算距離速度 爬升角度 燃料的損耗是非常之重要 以及有用的功能 第三個我們想說的品牌是IWC 早在1940年的時候 就已經為德國的空軍提供飛行元碗錶 這隻Big Pilot Watch 它就沒有以前那些55毫米那麼大 這隻是46.2毫米直徑的鋼殼 裏面有一個軟鐵殼 是為了防齒 也搭載了IWC自己生產的自動相鏈 七日的動力儲備的機心 還有一個我們想說的牌子是Longin 他在2017年的時候 就已經慶祝了 Linbert R. Angle這隻標90周年慶典 90年前 Mr.Linbert是由美國的紐約 飛到歐洲大陸的巴黎 是完成了人類第一次的 Transatlantic飛行的壯舉 好了 今天的一周標示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